为何中国人老是学不好英文 我们就讲到第五个课题 我们前面四个都已经上传了 第五个害怕使用英文 或者没有什么机会接触英文 我们上中期讲 下期把他讲完了 下期讲第二个课题 因为第一个课题主要是 害怕使用英文 心魔 你心中有那个魔 第二个课题就是 我没有心魔 我不是不敢讲 我没有机会使用英文 这要怎么破解 那不是没车了吗 我就没有认识外国人 我公司 我家里父亲都没有外国人 我也想使用英文 可是我没机会 我不是怕 那是怎么办 这假议题 假议题 什么假议题 我就是没有认识外国人 什么假议题 事实上你真的没有外国友人 就是你家里住父亲 或公司 没有 真的没有 公司学校 没有 全部中国老师 没有 都台湾老师 身边 这个中国人 台湾人 也不想跟你说英文 那不是没车了 我说 你没有机会用啊 无从练兵啊 当然有解啊 怎么解啊 那请问你啊 你是没有外国朋友啊 没有实战经验啊 那你 你有没有看过外国电影啊 有没有看过美剧啊 有啊 这是谁都看啊 我也看 看了很多啊 可是他不是真人啊 有看过 那你说 我也看过啊 看过美剧电影啊 我追剧竹啊 常常看啊 没用啊 我看了半天也没用啊 因为不能跟他讲话啊 那听是可以听啊 可是我听了半天 我还是听不太懂啊 因为我都在看东文字幕啊 我在看那个剧情啊 看剧情来不及啊 那个字很多啊 没用啊 看这个有个屁用啊 那不然中国台湾多少人 常常看外国电影美剧 都会讲用 也没有啊 这是屁话 没用啊 凡事要讲方法 那你看看我的方法有没有用啊 因为我当初自己试过 也蛮有用的 一个有效的方法 就当你一个人啊 你在电影院看没办法了 就你在家里啊 有电视啊 笔电啊 手机是比较小了 看手机对眼睛也不好吃力了 我们就说看电视啊 像电视有很多外国电影台嘛 美剧台嘛 这个平板啊 平板啊 平板大一点嘛 现在大概都十寸嘛 或者手机 或者笔电笔电也都十几 十寸以上嘛 就大一点 手机就伤眼睛啊 就你一个人看的时候啊 用那个不透明的胶带 透明胶带上去还是看得到 不透明胶带 胶带没关系嘛 可以随时撕嘛 那个硬质应该还好 你也不要封得太紧嘛 那个也没有什么硬质啊 不透明胶带 你也不要调那个黏得死死的 就是大概 或者用一个布啊 什么 就是反正不要看到字幕就对了 这样电视啊 笔电啊 平板啊 因为字幕通常下方 不会在上边 右边嘛 贴上 贴上 强迫自己不要看字幕 试试看 那就什么 因为你只贴字幕嘛 你整个剧情啊 还是看得到啊 只是没有字幕 没有中文看不懂 就是你要信念听力嘛 试试看 保证不一样的感受啊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交代啊 那你说交代我妈妈不准我贴啊 或者贴得很难看啊 我有洁癖啊 会一直不高兴啊 你就意志力啊 就一直看情 一直就是看情节话 不要看字幕啊 当然 当然就比较累一点 因为你都习惯一定要看字幕啊 像有很多啊 它的中英文字幕也有的 当然又只有中文字幕 有中英文字幕的 也有一些啊 当然也可能说没有字幕 完全看不懂剧情啊 看不懂 我都看不懂啊 我学的屁啊 当然也对了 那情节话很简单嘛 你先看一遍嘛 你就不要贴交代嘛 也不要用意志力 你就先看一遍嘛 你看一遍上面有中文嘛 那你看完一遍 你总看懂了吧 你说这个剧情啊 太复杂 那看两遍嘛 看三遍 看五遍 看八遍 反正看懂为止嘛 你说你先看一遍两遍 诶诶懂了 剧情我都知道了 没问题了 那你就交代贴上去 这时候你不能说我看不懂吧 你前面看过了 都懂啊 整个剧情啊 都懂啊 啊 交代贴上去啊 就看不到中文了 或者有英文中英文 你就看不到啊 但是剧情知道啊 你总不能说 诶我看不懂剧情 没理由讲了吧 我这剧情都知道 这时候你就啊 你这眼睛闭起来也可以啦 看专心听啦 因为反正剧情看过 或者你要再看一次 眼睛去看剧也可以啦 但是至少没有字幕 强迫了嘛 这样你没有理由了吧 你就听 那就是纯听英文了 这个时候就有帮助了 所以有时候你看字幕没有用 那你的专注力啊 注意力不会在那个英文发音上面 因为很多电影啊 美剧啊 剧情就很复杂 有时候看中文都快跟不上啊 你就不会有时间去啊 可是你已经先看过了嘛 已经知道剧情了 交代贴上去 你这时候就专心了啊 剧情你已经知道了 你就专心听它发音 那没关系 那你如果说 我这样子贴上一次以后 我还是听不太懂 那只要你有时间 你可以听两次啦 所以 这一个剧啊 你先看一次 有中文字幕看懂了啊 你说啊 交代贴上去 强迫自己不看啊 然后你觉得啊 好像 剧情当中都知道啊 但是有些 有些字你就听懂了 有些字讲得太快了 你看第二次啊 第三次啊 看你的意志力啊 看你自我要求多高啊 听懂为止 如果你一个句子 一个句啊 你把九成都听懂了 那你这个听力 进步就不少 啊 就是说 你下次再看别的句子 你就觉得 诶 奇怪 我好像 我这时候还是有中文字幕 可是我好像就听得懂多 人就是这样子嘛 因为你已经有点基本功了 只是你没有训练自己 所以很多时候要自我训练 那你也可能会说 诶 这样子太静态了 我这样子听力是有进步 是没错 可是跟老外讲 电影是他演了 我只接收啊 可是老外讲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剧情意啊 他随时要问什么问题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是有帮助啊 看看美剧啊 是有帮助对听力啊 帮助 可是我还是不太会讲啊 这个是 要动态啊 要实战效果 我就是没老外 你叫我看美剧 可以看啊 听力 可以训练是有用啊 可是还是没有实战经验啊 这有些事情啊 他可以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没有老外变出老外 你说怎么变啊 老外你说我怎么变着 你可以上教会啊 教会都常常有老外 刚刚有时候他也 中文他也会讲 有时候他也会讲英文 他知道你想学英文 他就跟你讲英文 那你说 我又不信教 我不想去那 去的话要送洗 要捐钱 我不要 或者我家里附近 没有教育教授 也行 也行 也说得过去 当然再问你啊 如果你住在北京上 或其他中国大陆 其他什么 二线 五线 八线 十线 城市啊 或者你住在台北台中啊 高雄 台南啊 或者荒郊野外 都不管 你总不会永远看不到老外吧 你不见得天天看到 你不会永远看不到 我说是啊 是啊 有时候跟老外跟我屁事啊 也不经常看到啊 你在讲什么东西啊 我再举个例子啊 我有个年轻的老弟啊 有时候看到路上 因为他本身 他是对英文有兴趣啦 他看到路上 有时候是老外闲晃啊 你不能说 守处待兔啊 也不用刻意勉强嘛 你今天 你照吃饭照上班嘛 没看到就没看到嘛 过几天看到 下礼拜看到 也不要说 我今天就是 站在马路上 站一天 你等老外 也不用那么傻嘛 没有就没用啊 就是看机缘嘛 所以那个老弟啊 看到路上有老外闲晃 不是神经病 也不是歹徒 不是啊 或者看起来 好像迷路了 或背包客 老外就落单了 他不是跟旅行堂 或怎么样 他人生地不熟的 有吗 背包客有吗 后来台湾 他自己出来 他是当地也没什么熟 这也有啊 落单的啊 他就有的时候 走上去搭讪几居 因为有的时候看嘛 他搞不好 就是看得像迷路吗 看地图看半天嘛 或者背包客 一个人两个在那边 指手画脚啊 一个说指东 一个指西 就可能找个地方找不到啊 或肚子也饿啊 找不到餐厅啊 或者知道餐厅 可是又怕被骗啊 哪个贵啊 好不好吃 就是一大堆问题啊 就是有问题了 就是有时候散步 谁可能会碰到啊 眼观世面 听八方嘛 他就会走上去啊 搭讪几句啊 他英文会讲一点啊 有时候有主动说 哦你肚子饿啊 没想到 反正就是要么就吃中饭午饭嘛 哦我肚子也饿啊 没想到 啊我们一起去吃 他会主动说 我请你们吃 吃个便宜嘛 你也不要带他到五星级饭店 说为了认识老婆 花个几千块台币 也不需要嘛 我要吃个简单一点 反正要肚子饿嘛 背包客那些啊 他也不会想吃大财 而且你说要请淘汰 有时候也不要啊 谢谢我们请你好了 这无所谓吧 申请谁是小钱嘛 无所谓 我要说哥夫哥 也可以啊 谁付钱不重要 反正你不要去找特别贵的啊 所以他主动邀请 哦要吃贵了 我们出钱啊 那铃铛别论啊 吃个便宜的这个午餐或晚餐 哎 吃饭就会聊天啊 你不可能说 我们吃饭 他们聊他们的 你不会嘛 他一定跟你说 啊谢谢你啊 带我们来吃啊 就你也给他说 啊这边是什么 是什么口味啊 什么样子 慢慢讲嘛 慢慢沟通嘛 能讲多少算多少嘛 这有时候老外在异乡啊 有时候也想认识当地朋友啊 不是老外都是 一定都是 对我认识地头蛇啊 这边都有很多人接待 不见得啊 很多年轻人背包客嘛 年轻人也好相处 没什么心机嘛 也想交朋友嘛 当地做一个纪念嘛 但是有时候你不去找他 他看到台湾人或中国那么多 他也不知道找谁啊 可是有时候你跟他上去啊 经过一两分钟 他知道你不是坏蛋 不是要卖东西 不是要帮他换外汇 想要坑他怎么样 老外也不是笨蛋嘛 一看哦 你好像真的想帮他朋友啊 吃肉在哪里啊 你就告诉他吃肉在哪里啊 说你想肚子饿啊 去吃东西 就可以聊聊天嘛 那人还忙嘛 他未必就会找到你 人很多嘛 但是你可以注重找他 只要他确定 一两分钟确定不是坏蛋 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不知道卖东西 也不是有什么目的 就是看起来是一般人嘛 只是做个国民外交嘛 有时候可以帮他 你小忙啊 他们想买点什么小东西啊 或什么东西啊 所以我自己也是了啊 那顺便留下联络电话 或者聊个几句 不就认识老外 当然我英文是OK啦 没问题啊 所以以前我也看过 穿赛馆啊 小餐馆 所以有时候 因为我那个也不是开在台北市啊 就是郊区啊 郊区就是开在家里嘛 不想看台北市 这样周策劳得 就是老外也不多啊 但是不多也不是没有啊 所以有些老外来是 刚好可能在附近教书啊 或者可能要住一个时间啊 老外一来 碰到会讲英文好高兴啊 三不五十就来啊 天天来是夸张啊 大概两三天就来一次啊 就是变成像朋友 因为当地我们那个小地方啊 会讲英文也不多啊 这个好高兴啊 经常来 还有一直碰到这个 美国大学 就是大三大四要毕业了 还有硕士生啊 他们每年都会学校来一次啊 来我们的附近 因为有那个 有他们一个相关的单位啊 那个单位是有他们行程 那晚上吃饭 晚上吃饭 就是一来啊 一看老板会讲中文啊 然后就后来他就叫他 翻译啊 你可以回家啊 没事啊 你可以回家啊 那个翻译就回去了 翻译说那怎么办 那老板英文比你好多了 不用了 谢谢了 就是天天来 他们可能带个两个礼拜 天天晚上来 又是年轻人 学生啊 又喝酒啊 又怎么样 有时候叫他们的生意不太大 不要太大 那老外他们很标准啊 你要喝啤酒啊 这是一瓶多少钱啊 他们都有换台币 有时候台币一瓶 他们就喝一瓶拿一瓶 喝一瓶拿一瓶啊 有时候说不要找了 比如说那时候金牌啤酒70块 他拿个一百块 不要找了 三十块不要找 因为他也知道美极嘛 才这个 这个两块多吧 两三块 他说不要找不要找 意思就是说 反正就是说 老外他也需要你帮忙啊 所以我们这个 上中下集就讲啊 不管你是怕讲 还是说你没有的环境啊 怕讲就是心魔啊 所以我上中集啊 就讲了一些 想办法突破一下 有些心魔可以去破解 至于你如果说没有机会 有时候我们化被动为主动啊 无中生有啊 下集就在讲这些东西啊 你也可以用去年美剧啊 这些听力啊 也可以三不五十 碰到一些老外手 你也可以主动上去啊 等等啊 所以反正这个 这个上中下集就在讲说 这些问题啊 反正重点就是说英文啊 你要想办法用啊 有机会用就多用啊 没机会可以创造机会啊 可以自我训练嘛 自己找机会嘛 就是反正你过了第一关啊 敢讲肯讲啊 不怕 或者是就算当时怕啊 事情就过了嘛 天塌不下来嘛 一回生二回熟嘛 然后慢慢熟就越来越不怕 英文就语言嘛 不要说英文中文 法文德文 就越用越熟嘛 第一个你怕嘛 那你先破第一关嘛 踏实地步先不要怕嘛 不要怕 然后一点一点的累积嘛 那就看个人的天赋 啊个人的基本功 还有看个人的自我要求等等 好 上中下角 这里都来